茶厂这件事情到底在1月1号以前可不可以进行呢 视讯茶厂 我们是不只我们还是要实体的看一看 台湾政府将在明年1月1日开放韩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但因为疫情关系至今仍未赴美茶厂 卫福部长陈世忠19日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表示 政府已在规划去美国实地茶厂 以现在来讲我们在不要求多人 就是说这个基本上看是要看 但是大张旗鼓到处这样移动去绕 我觉得也是对人家也是一个困扰 但基本上大量进口到台湾的厂 那我们当然要去看 当然我认为卫生安全没问题 可是我们对国人 我要讲这是一个安心的问题 陈世忠表示 前往美国插场的团队不会太大 如果没有要跟美方卫生相关部门洽谈什么事情的话 应该就不会由他带队 而是指派谁要数的专业人员前往茶厂 那我一再强调是说 没有安全卫生达到我们所需要的 这样的一个验证 我们不会让没有食品 安全卫生的食品进到台湾来 任何食品都一样 陈世忠说 美族的问题现在还在跟美方谈判 等到谈判清楚后 相关资讯就可以全部公开 接受全民的检视 新唐人野爱电视李建宏联邦 台湾台卫报导